台湾是我心想爱 少无论中天无台湾 顺刻刻调来到你 这个不太明白古早的人 会觉得这个人不知道是不是 这个人是傻人 真的 有时候 我太明白古早的人 我们看这个人是傻人 他到底在想什么 想着放弃那些很好的生活 很舒适的环境 要来到尼臨这个地方很天天 过了这个生活很坦酷 这个问题我们要去训练 圣经在跟我们说的这些人 要来 认为这些核心 还有很多很多这些人 他们难道不明白 用牙草活到的时候 在困体牙草 平时也不是一条 简单的路 牙草也不断过 狐狸有洞 天空的飞鸟有窝 但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牙草也说得很清楚 两狐狸就有狐狸 天空也有 这些飞鸟也有窝 但是呢 你跟从我 我是怎样 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怎样这些人要去训练 我想今天我特别要透过这个来 给我们的同工来思考 这些人在想什么 为什么他们跟随 为什么他们变异 他们没有一点勉强 怎样这些人要训练 这些军队牙草的人 一生走到六岁 一直跟随跟随到六岁 要寒75岁上帝 他军队这个时间 一百七十五岁 一百五岁 一百年龙肝 一百年的龙肝 军队上帝 军队走这个信心的道路 我会充满一百年龙肝 他的生命 他的态度 他所想要做的事情 就这么多我们的一个驾驶 现在有习惯 会厉害 现在有习惯也会厉害 但是 他现在不是完全知道 最后你在我每一个军队 这个疾病 这个疾病 你的医术 和智慧的事 是